如果我有講一句假話 我馬上關台 這位朋友我跟你講熊姐沒有證據 我是不會講的 你抹黑別人拿出證據 我沒有證據嗎你是瞎了眼的嗎 你媽媽沒有給你長眼睛嗎 我今天如果有說一句假話 我有要密謀怎麼勾結地勾屬 要攻擊你說我早就準備好了 我馬上關台 熊海玲確實密謀勾結一群人攻擊軍軍 同伙證實弄軍軍上週刊是以熊姐為主 我可以很明白告訴大家 你就像熊姐她也有受訪 對不對是以她為主的 你就像熊姐對不對是以她為主的 那因為他們這個一整群人 霸凌軍軍已經很久了 那他們是一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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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這樣打的 軍軍先要謝謝你們 因為我們上了熱搜 高軍軍三個字在這兒 我比卓榮泰還前面 熊姐她說 靠韓國瑜 靠蹭韓賺斗內 熊海玲痛罵高軍 是最壞的人 先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給軍軍斗內支持害我被罵 先謝謝大家 來來來 都是你們 熊姐她反正沒看過這麼壞的人 沒關係 反正我就是蹭韓 我就是有抖內 然後我又做生意 然後我就很壞 結果這個事情 他們全都有在做 熊姐你也是開直播 你直播還是軍軍手把手 教你開的 幫你開起來 然後幫你充流量 那你也收很多抖內 對吧 然後你軍軍也幫你賣書 你的書 你還賣國旗帽子 還有領帶 對不對 你們也都是啊 來第一張照片放這個 然後反正裡面呢 熊姐就是講了一些 這個不實的謠言 好 那你們看這個報導怎麼寫 高軍軍後來要熊海玲參加聚會 請熊海玲聯合直播 派一位男網友負責接送熊 讓熊非常的開心 然後熊姐說 我叫她模仿安安 然後安安的特色是會忽然大聲說話 甚至出口罵人 有女館長之稱 熊姐你最好是有這麼聽我的話 熊姐就聽從高的指示 結果事後遭安安直播標罵 然後熊姐就覺得是被我陷害 好 他們全部話都可以倒過來講 都可以亂講 你熊海玲 你會聽我的指示 怎麼可能 我們一個不順從你 你就霸凌大家 你就霸凌我們 怎麼可能是 你聽從我的指示 你是演藝界的老江湖 你是知名的大藝人 你在做節目上面 這些效果 這些什麼 都是你自己下去做的耶 現在都推給我耶 現在都推給我耶 來我給大家看看 我真的很不想用這樣的言語來形容熊姐 但是真的就是忘恩負義跟背骨 你們看這個是2020年9月份 君君手把手的交熊姐直播 那我都不好意思說 熊姐是大排藝人明星 所以君君那時候坐在這邊 你們也知道我們等了她一個小時 然後等到了熊姐 君君是怎麼幫人家推播的 是熊姐直播 我也直播 那時候我們流量比較好 我們流量比較好 大概在線觀看三到五千人 所以我們兩台都在看直播的狀況下 我的人數到了大概三五千 我就跟線上的大家說 好我們現在關直播 你們全部都去YT搜尋熊海琳 那我們全部一起跳過去 她那邊一下碰就一下 就有幾千人在線上了 君君是這樣 這輩子這輩子我都沒有看過 人家幫忙推播是這麼大力 這麼誠意的 這個是9月9號她的直播 你看兩萬觀看 她現在播自己的東西啊 講自己的東西都 我不是要笑她 但是我們就事論事一點 熊姐播自己出去吃喝玩樂 大概她不可能有兩萬了 大概多多少 有個一千人觀看就不錯了 這個是觀看人數 可是那時候跟君君在一起的時候 是有很大的能量 我謝謝你們 因為你們真的很紅場 好然後你看 9月10號也帶著熊姐 我帶她認識很多人 正正前委員的辦公室 虎哥啊花鳥園 都是君君邀約的 那你看兩萬八千人 這個時候她的觀看 你看一連這麼 然後這個時候 兩萬八有沒有 然後再來這就是花鳥園 花鳥園是沒有人約熊姐的 花鳥園是我主動約熊姐的 好那你看這個花鳥園 你看第一天兩萬第二天兩萬八千人 第三天已經三萬三千人 好這個她衝起來的速度 真的是很快 直播真的沒有那麼好做 你一個完全沒有接觸過 然後設備 什麼麥克風什麼 也都是我送給熊姐的 那你看 好9月11號也是 然後你看我帶她去三重大姐的店 去賣她的書 把她的書放在大姐的店賣 然後你看這一天 9月12號衝上八萬多人 這個熊姐現在自己去吃喝玩樂 是不可能的 那熊姐呢 就跑到高景的咖啡廳 那因為熊姐唱歌很好聽 然後就在高景的咖啡廳裡面 就一直唱歌 那你們也知道高景的咖啡廳 是一個在中廣一樓 然後是一個外放的 外開放式的 其實蠻不恰當 蠻不適合的 但我們也沒講什麼 那是現在回頭來 那君君就把一些 該講的一些 等於是實話 就讓大家知道 那這一天呢 那我也關播了 也叫大家跳去熊姐那 但我沒有辦法 一直陪她直播 那她這一天的流量 也有五萬多人 你看你們也都講了 真的沒看過這麼好的人 能夠被這樣推播 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 真的是這樣 好然後你看 熊姐說 她跟我們講她有書要賣 那君君也是大力的 不斷的幫她推廣 那這個又是大姐的店 第一場簽書會 等於是我幫熊姐弄的 等於是這樣 對然後我也是把我的直播關起來 然後讓熊姐 讓大家去熊姐那邊 去幫她衝 所以她起來得很快 你看從兩萬 然後有到八萬的 那五萬的四萬的 然後你看 然後這個呢 那我們在巨星會這邊 吃東西啊 有的沒的啊 那我也是一樣 那就是這一天 熊姐在巨星會 學安安講話 然後就被安安破口大罵 安安把熊姐罵得很難聽 就是有另外一個女直播主 把熊海裡罵得很難聽 說什麼 我是不會這樣講話 說什麼過氣啊 什麼 很粗的啊 然後 反正罵得很難聽啊 那就是這一天 這個效果 節目效果 其實熊姐 你比我還懂得多了 我怎麼可能下指令給你 指示你 你是大藝人大明星 你都說你在演藝界待了四十年了 所以你硬要去講人家 你要去學人家 然後現在全部都算在我頭上 這個是非常非常不合理 說不過去 這是很不公平的 哪有可能是這樣 我一個小小的直播主 我能夠這樣去陷害熊海玲 因為我叫她做什麼做什麼 她就做了 然後我就去這樣陷害她 我不好意思這樣說喔 如果真的是這樣 那這個演藝界可能是白呆了耶 那我現在放這個截圖給大家看 來 這個就是熊姐所說的那個女直播主 這女直播主說什麼 她這個篇就是針對熊海玲熊姐發文 你們自己看看人家講什麼 忍一忍二 但是不過三 所以熊姐你不是一次喔 你不是一次 等於你不是一次得罪人家了嘛 不然她怎麼會說忍一忍二 但不過三對不對 那你總不會全部都是我害的吧 這個安安說我忍是因為我尊重某些人 不代表我是白痴或是笨蛋 不要逼我開口 我開口會很難看 大姐喔不是阿姨 我不爭也不搶 但是如果你的手錄再那麼粗 我就不管你是熊是虎 這一篇就是針對熊姐 她這邊還寫去你妹的 我不缺你的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件事任何一句話 所以你講話給我保守一點 你哪位我安安就是安安 我就是一個獨立個體 誰疼我我就支持誰 誰說錯話我就會評論 高極酸你還撐不上場面 畢竟過氣還有更過氣的 這些都是在講熊海玲熊姐 而你已經兩次惹到人家了 人家講什麼 第三次就不是這樣子了 人家直接發文公開洗熊姐的臉 然後熊姐竟然在周刊上說她被我陷害 那你馬說說看 你也說說看 人家也不在講我 你也說說看 你是兩次了嘛對不對 然後人家說你剛剛好就好 我的霸氣是對外 你不要讓你自己成為對外的那一個角色 有本事就跟我談以後 不要跟我談以前 你看人家發文 把熊姐講得那麼難聽 熊姐說是我嗨的 熊姐說是我嗨的 人家不只發一次啊 又再發 有沒有這個安安 他又發明又發文 這也是在講熊姐 他說謝謝你的批評指教 我的家教一直很好 我爸爸說口吐蓮花是留給口吐蓮花的人 如果對方先貶低他人 這朵蓮花他不配 我尊敬你是長輩 這個也是在針對熊海玲 他說我尊敬你是長輩 因為你的年紀真的年長許多 很抱歉你不是前輩 我跟你不同道路 謝謝你我不跟你比 因為我從來沒有紅過 生意人沒有紅不紅 只有努力賺錢 但是你確實已經過氣 人家把他講成這樣 人家把他罵成這樣 結果熊姐現在跟這個好朋友 熊姐說安安我愛你 安安很漂亮 她很可愛 愛你喔 人家如果有人把我罵成這樣 講成這樣 對不對 那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共通敵人 他們有共通的目標 他們接棒打 要打均均 對不對 來你看看 人家怎麼羞辱人的 請您高台貴手不要把網友 繼續牽扯 加油了老一輩的藝人 新生代的直播主 紅過又如何 老了也只剩下回憶 謝謝你 我是母老虎 你呢 假面超人 我不吃你那一套 我就是安安專打館長 呆網軍 只說真話 如果不是很多大哥叫我 不要跟你計較 我真的懶得理你 你看很多人都牽扯其中喔 然後嘴巴乾淨一點 好好唱老歌 這個都是人家在 下面還有 好好回憶 記得聯繫憲哥見鬼啦 有沒有 請阿姨不要再打擾我尊敬的大哥們 我不是直播主 我不需要聲量 我不參選 我不需要人氣 當時就是熊姐到處打電話 表面上她雖然說安安很漂亮很可愛 但其實私底下她是到處罵安安的 包含也跟我罵 所以很多人 這不然這邊不會這樣寫 如果不是很多大哥叫我不要跟你計較 確實就是你知道的 反正喇成一團了 那我這個小小直播主怎麼可能 我不懂怎麼陷害你陷害到 人家說你已經兩次了 如果你們還有印象的話 君君跟大家說你們還記得 他說兩次嗎 安安說兩次 第一次是什麼時候你們記得嗎 第一次喔 是君君邀請熊姐到花鳥園去直播 當天在花鳥園呢 安安也有去 那大家其實也都很開心啊 也都沒有怎麼樣 那結果熊姐呢 就對一幅畫做了一個評論 就是這位女直播主 她有在一幅畫前面拍照 然後熊姐就有對這幅畫有所評論 熊姐評論這幅畫她給了四個字 叫做未完待續 那我也覺得還好 但是這可能就是第一次熊姐惹到 這個安安的事件 那第二次呢 就是熊姐在週刊上面 她說我叫她模仿安安 然後挖坑給她跳 我跟你講我真的 我也不知道原來熊姐這個評論 有人不開心 我是不知道啊 我不曉得啦 那這一篇呢也是在針對熊姐 好不好 然後有本事 就跟我一樣 國際商標 要英國貝克漢來談合作 你有韓總精神嗎 你有虎哥正氣嗎 你有謝龍介的智慧嗎 你是江啟城主席嗎 你有振振錢的能力嗎 你可以像王佑正一樣 五天破十萬訂閱嗎 你有吳宗憲憲哥的知名度嗎 你有許子瑜的媽媽 跟我超過十年的交情嗎 你有賀少俠的親切嗎 趁你笑死人了 你什麼東西 這個應該也是 也是在針對這個大藝人 因為大藝人就是 都會說大家蹭他 全部推給君君 你們看到的 是的 到後面就是全部推給君君 上了雜誌以後 熊姐告訴大家 我陷害他 那熊姐你自己 可能你講話得罪了安安 你羞辱到了他 你也說是我害你的 是不是那為什麼 別人不是罵我是罵你 那你既然提到了安安 你講到了這個女直播主 那我們就不得不說啊 你們知道嗎 這一群人就是一直在打高君君 就是接力賽 接棒在打高君君 四年前啊 這個安安啊 她也是找了金周刊 也是做了一篇君君霸凌她的新聞 高君君高級每天在網路上霸凌 有沒有 就是這一篇底下 嘿這一篇底下 他也找紀周刊做了一篇君君霸凌她的新聞 好那這篇新聞呢 到後來你講我霸凌就講我霸凌嘛 放我懷孕照片 他們把我小孩公佈在媒體上面 把我的家人小孩公佈在媒體上 他們得意洋洋 然後他們讓我的家人小孩深受其擾 我就告了嘛 最後告了以後他們也這個判賠了嘛 他們為什麼會輸 為什麼為什麼會被賠 因為不實言論 不實言論 詆毀君君 所以其實熊姐真的不要再拉 就是你們都一樣 就是不需要拉太多人進來 你們不能把話都反過來講 明明就是你們一整群人霸凌君 而熊姐霸凌人這個事情 也是法院認證啊 這個判決書都寫得很清楚啊 熊姐霸凌其他的直播主 這個法院判決是不爭的事實嘛 熊姐在直播上面公開的 批評一個直播主的長相 還說人家不要臉無恥 人渣沒水準垃圾 那結果在法庭上面 熊姐給人家道歉啊 對不起啊賠不是啊 還鞠躬啊 然後賠錢嘛 熊姐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了 那因為熊姐本身真的 很知名的大明星大藝人 可是真的不是說大家都一定要遷就你 那如果不順從你的意 你就去霸凌欺負人 你就去造謠我 那這個東西 這是法院認證的嘛 對不對 那熊姐她到最後她說 我是為了要搶流量 你們想想看有這種道理嗎 我如果要搶流量 我還要先把自己的流量給你們 把你們弄高了以後 我再來搶你們的 我有需要這樣嗎 那熊姐說 她那天在家開直播 然後她笨手笨腳的 那一天意外引來十萬觀看 很大的鼓勵 給你一千萬觀看好不好 不要十萬給你一千萬 我都祝福你啊 真的 結果熊姐她講說 隔天我開了一個直播 叫做我再也不要幫其他直播主推播了 然後熊海玲去打探 這句話是衝著她來的 充滿敵意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她在講什麼 我跟你們說 有時候我無法辯駁 因為我壓根不知道她在講什麼 對我不曉得她在講什麼耶 所以我這一段我不知道要 我不知道要怎麼說 你知道嗎 君君的直播全部都還在 我有一個 我的直播針對她 那你馬拿出來 把我批評一下 我真的沒有啊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是有一天她都衝上八萬了 那如果是這樣衝上八萬 我也應該恨得牙癢癢 我後面都不應該再跟她直播啦 不是這樣嗎 這支是9月12耶 那如果是這樣 我這支就該氣死啦 我應該隔天 9月13我就要開啦 對不對 沒有啊 你看9月13 君君還跑去 跟你稍微播了一下 我有事趕快離開 9月14還幫你辦簽書會耶 9月15還跟你去 餐廳聯播耶 對不對 然後中間好像還有 9月16忘了 但就跳到9月19了 就不是這樣講 所以為什麼君君說 我講的東西啊 我都是拿證據出來 合不合邏輯 那你們自己看嘛 熊姐 你說你直播人數超越了君君 那我真的不是要跟你比 我幫你開台的 你直播人數超越我 我很恭喜你 君君不是像你們這樣 這麼會眼紅別人的人 君君在這個直播界 四五年來 我幫了多少多少人 這個大家全部都知道 我每次幫人家推播 都是把我自己的頻道關掉 叫大家去看對方的頻道 我每次都是這樣 錨盡了全力 真的用生命在推播你們 因為直播如果是我的工作 那等於就是我們的 算是命嘛對不對 命 那對我來說 我是已經準備好了 也就是說我比較沒差 因為君君是準備好了 才出來做這個直播的 那準備好的意思就是 我已經省吃減用 生活到退休到老 全家都不成問題 我所謂是這樣 但要省吃減用 我不是在炫耀 是說要省吃減用 所以 我願意這樣去推播的原因 真的沒有任何人做得到 為什麼君君願意 只是希望你們幫院長說兩句話 我跟妳講 我君君真的很棒 對啊 她真的很棒 而且她很熱心 有的人常思 熊姐也是不常思 沒有跟我們分享 君君我們兩個是太想 真的喔 君君真的很棒 對啊 她真的很棒 好 後來 後來大概是 2024 大概2021 2022的時候 熊海琳就一直不斷的 就主動攻擊我 我也不知道她為什麼要造那些謠 她故意說我抽菸啊 我就不抽菸的人 她又造謠我抽菸 因為她的嗓子都啞了 結果搞了半天她是菸嗓 抽菸就抽菸嘛 君君不抽菸的 連這種謊話張口就造謠 君君沒有抽菸 抽菸沒關係 但是我沒有不要這樣造謠 君君有賣健康食品 君君有一些健康的講座 或是健康的相關的養生的 相關的一些主持活動在接 叫我以後 我這個怎麼賣保健食品 叫我以後怎麼再接一些健康相關產業的主持 廠商也會覺得君君很會說謊 原來她抽菸 就是亂造謠 你知道真的很誇張很誇張 我實在沒有想到熊姐會變成這樣 我跟熊姐是不同圈的人 我就是一個小小的直播主 那我不曉得熊姐旁邊都是些什麼人啊 我真的不曉得啦 但是熊姐真的一直在腦補 一直在幻想 一下說我是因為你的流量起來 所以我要打你 然後一下熊姐還說啊 她被按倒贊 她被按倒贊 她說都是我的粉絲去按的 然後她又罵我 她就是一直不斷的這樣 那就是這些種種種種 其實都歷歷在目嘛 真的 直播真的沒有那麼好做 我們看到這麼多人開直播做直播 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有這樣子 受到這樣子的幫助 我確實幫她很多啊 但是喔 君君後來沒有時間啊 那我沒有時間 我要顧家裡 要顧家人 然後我直播 因為你們也知道 我直播是看了很多很多的資料 然後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課 你們也知道我是這樣的人 所以我很忙 然後我晚上還要陪家人 然後教小孩子功課 有的沒的 所以是非常非常忙碌的 我沒有辦法把時間一直花在 跟熊姐直播上 所以後來我就沒有幫她 而且那個時候 熊姐常常晚上打電話給我 這一點她也非常生氣 因為她打電話給我 跟我講很多的八卦 睡嘴啊 我老實講 君君真沒辦法聽啊 她也是跟我講說 有什麼其他的女藝人啊 妒忌她啊什麼的 她就是跟我講這些 但是君君真的沒空 君君真的沒時間 那也因為這樣 那可能就得罪了吧 之前跟我說她要養家 她晚上要教英文 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她有兩個小孩 我晚上都不敢打電話給她 你不敢打給我 為什麼 因為你太常打給我了 幾乎天天打給我 那一講要講一兩個小時 最後君君就 熊姐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是 真的是婉拒了啦 真的就是這樣 熊姐在周刊上面 她跟周刊講說 又變成是我妒忌她了 其實這是真的非常不合理的 因為第一個 我們是不同的跑道的人 第二個 你是 真的是非常知名的 很紅的大明星 我壓根沒有要跟您有任何的比較 因為我們不同跑道 那以你的光環 你的聲量 遠近馳名 我是望成莫及啊 我不會這樣 熊姐說 她很氣 她很氣說 我竟然講說 我在她旁邊像個丫鬟 熊姐每次都這樣子誤會 她每次都這樣腦補 我當時這樣講的時候 我是欣然接受的 我並不是在酸她 你知道嗎 我說 我在熊姐旁邊我就像個小丫鬟一樣 我講這句話 我是欣然接受的 她真的很漂亮 我老實講 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是說 我在熊姐旁邊就像個小丫鬟一樣的 我是真的就這樣覺得 但是她覺得我在不開心 我完全沒有 這兩年來熊海玲造謠了君君多久 你看我幫人幫到 對不對 幫人幫到這個樣子 然後她還覺得是我陷害她 我告熊海玲 我真的忍了兩年了 君君是忍無可忍了 我告熊海玲 不起訴 不起訴 但是呢 你還是要稍微看得懂 不起訴書上面說什麼 法官說啦 法官有說啦 熊海玲的行為 有三姑六婆 一般事情小明都會發生的 因為法官認為這個罪是違罪 而且法官認為 這個八婆說三道四 這事情小明都常常發生 熊海玲對我的造謠抹黑 法官認為在社會上 未必受到不利之評價 這法官寫的 被告是熊海玲 被告發表細真言論 就是熊海玲講這些造謠抹黑 而為第三人所見所聞 那第三人就是你們 看到了以後 聽到了以後 你們聽到了熊海玲的造謠抹黑之後 你們勢必也會受到第三人 還有社會大眾之再評價 你們聽到了造謠抹黑 你們也會想啊 所以熊海玲他勢必也會受到 第三人還有社會大眾的再評價 而第三人還有社會大眾 也自己會有判斷 不僅未必會認同 或是接受熊海玲對君君的評價 甚至還可能提高 對該某人的君君 甚至可能提高 對君君之社會評價 這樣你們知道吧 我這法官就很可愛啊 因為第一個法官認為是違罪 他在上面一段有寫 除了這個是八卦罪罪之外 另外這個罪法官覺得比較輕 那反正熊海玲造謠抹黑君君 社會大眾自有評斷 你們不見得會認同 甚至反而提高君君的社會評價 甚至反而會這樣 我第一次看到這樣 但是我有得到法官的安慰 好不好 那熊姐如果你說你沒有被判刑 君君告你你沒有被判 這個你總被判了吧 你欺負霸凌的不只是我一個人 我真的不好意思講 兄姐你真的問題糾紛真的很多 你也曾經捲入過詐欺的事件 詐欺的案件 你被人家告詐欺的案件 你就是這樣欺負人的 你不只欺負我 所以你不能因為我不屈服 我不想要遷就 你就聯合大家霸凌我 我是正常人 那有很多人對熊姐 你有很多的批評指教 你是 真的我不好意思這樣講 有你在的地方 其實糾紛真的是蠻多的 你從以前到現在 都是這樣 所以熊姐因為我們 大家真的基於禮貌 叫一聲熊姐 但是其實真的不是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不是說 不是說你把自己很當成一回事 你就可以去欺負人家 這樣是不對的 好不好 那當然你在直播上 一直造謠我一些故事 都不是事實 那我澄清 你還繼續 然後別人幫我澄清 你也還繼續 所以我真的忍無可忍了 用最文明的方式提告 結果現在熊姐 找了一大堆人說我霸凌他們 那不然大家教教我 熊姐你也教教我 我面對像你們這樣造謠抹黑的人 我該如何處理 還是我也要像那些小模一樣 或是小藝人 或是藝人一樣 墊墊的 你才會開心 我才討你的歡心 還是因為要這樣 因為現在都什麼年代了 叫我吞是不是 不是 小事情 就是有一些事情 我們不是說一定要去計較 或是幹什麼 那君君今天拿出來的 全部都叫什麼 證據 你們看他們 上週刊 上新聞 講的那些叫做鬼扯 就是這樣 以前你們可能 在演藝界那個年代 你們可能有一些潛規則 或怎麼樣 但現在真的已經是2024年了 就是不要再有 還要有那種舊思維 用那種潛規則 然後任憑欺負別人 不是說你被人家告了造謠 抹黑 告了公然侮辱 那你就回頭說 你們都霸凌我 這不是這樣 所以我就只能一直任憑你欺負 我就不能尋求法律途徑 為自己討公道 這個世界不是為了你而打賺的 大家也不是為了你而打賺的 那我到後面 我也知道熊姐真的不好伺候 她的脾氣真的很大 畢竟人家是大明星有光環 所以我到後面 我帶著熊姐直播 我覺得也差不多了 她應該也能夠上手了 我才慢慢退的 我均均才慢慢退的 所以想要離開也不行 你們都這樣子都生氣 對不對 我也沒有再靠你們誰吃飯 你們自己本身問題就一堆 是不是 你們也不能這樣到處碰瓷嗎 我真的不好意思這樣講 我這樣看來 你們那群人都差不多了 腦補碎嘴編故事 就是你們的長處 就是你們這群人的本領 我看到現在最高興的 就是高均均的流量變少了 然後訂閱下降了 這個就是我最開心的事情 那你們也知道 我從八月底就開始打高均 打到現在 打高均均非常的困難打 但是也真的把它打到咪咪帽帽 流量都掉下來了 流量都掉下來了 她的新聞上上去之後 她的貨怎麼辦 你們懂嗎 我問你 送你你幹嘛用 但是你們相信平衡 一旦她新聞出來之後 她的人數絕對會掉到 不剩下一千人 我覺得那位直播主很可惜 本來有很大流量的 現在 現在呢 誒秀菊 謝謝你的贊助 斗內好開心 熊姐笑我沒有流量了 她笑我本來流量很大 我把自己做爛了 罵菊菊 收到750塊的斗內 欸 好開心喔 唉